哈喽哈喽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找到周晚聪和大家一起Live天台 阿聪 你好 听不听到我说话? 听到阿俊 欢迎大家来到胡思频道和聪祥的联播 又来到星期五的Live天台 今天也很特别 日子12月22日冬至 阿俊有没有今天想着会做冬 怎么做冬 实际上去买冬菇那些菜 说要买冬菇 菜 香港人吃的那些菜 这都有一些难度 所以也没有特别说什么做冬 不过当然两分两智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节目当然有做 和大家做节目就有 自己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节目 那你怎么样 有什么慶祝这个冬至的道路 想不到胡思都吃到字 做节目我们真的 今天都是和朋友一起晚上约了 去开餐 也没有特别是因为做冬 例如小时候 或者在香港的时候 和家人 长者一起去做 叫做乘机 吃一餐饭 今年的冬至也有一点特别 当然也不是罕有的 不过如果在美加那边的朋友 就会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今年在北美洲那边的冬至是21日 英国和香港 亚洲这边就是22日 之前应该胡思都曾经说过这件事 不过可能也有些朋友不记得 不如说一下为什么在冬至的日子里面 两个半球 东西半球 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其实原因就非常简单 因为冬至就是一个天文的时间 主要看回地球和太阳之间的位置是怎么样 技术上冬至那一点就是太阳在黄金的270度 这个可以很准确的 几分几秒 几多号秒都可以计算出来 所以主要就是看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由于地球上不同的国家 就处于不同的时区 因此那个计算是属于哪一天就会有所差异了 其实一向都是这样的 不过以前大家一起住在香港 那就不要觉得 但是现在大家分散到世界不同的地方了 澳洲也有 香港也有 然后英国 欧洲 加拿大 全世界 加拿大和东西岸都不同的时区 周围都有香港人的足跡 所以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 这个现象现在才大家可以留意到 补充一下 今年的当日英国时间就是凌晨的3点27分 是12月22号 这个就是英国的时间 既然是英国时间3点27分 凌晨 香港时间也是12月22号 因此今年英国香港冬至的日子是一样的 但是你可以想象在英国的凌晨3点27分 在加拿大 即是早一日 即是12月21号 所以美加的冬至时间就叫做早一日 其实那个时间 都是同一时间发生的冬至这件事情 多谢胡思跟我们讲解这件事 冬至不是冬天的尽头 大家不要误会 有些人甚至说 其实才是严冬的开始 不过如果说到严冬 这几天都有个有趣的现象 很多人 我看到有些朋友身边也有很多谈论 就是这几天英国是比香港暖的 当然也不是一个罕有的 国安都试过的 不过在这个刚刚冬至前后 即是有这件事发生 就可能大家都觉得比较特别 昨晚我认识前就有骂骂过的 昨晚11点多的时候 伦敦 布里斯图那边的气温 其实都有11度左右的 上一点的曼城都有10度 甚至乎去到苏格兰 我们就会想冰天雪地 但是呢 爱丁堡那时候 其实都有8度 格拉斯克那些都有7度 如果你对比回昨晚 英国11点 对比回当时香港的 早上7点的时候 真是一个差距 天文台在今早上的时候 香港天文台的最低温度是8.6度 新界都是普遍6至7度 那个温差都有几度这么厉害 这个都相当之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 是啊 其实每年都有机会 我记得过去一两年 都有些时间就是香港是比英国冷冻的 这个主要是说室外气温 如果你说室内就住在英国大部分地方 都是比香港暖的 因为室内其实这里的暖气 一般来说 家里也好 或者商场也好 都会开到16度至18度 这样的 香港就不是到处都有暖气 亦都是香港的屋子不保暖的 所以你说室内气温 我想香港人可能觉得更冷 不过早上是冷一点 即是下午香港就会暖的 而且英国虽然气温比较高 但是昨天相当之大风 是哪一天所以我们别说明和你那边 有没有出去这些东西 下午就都会暖是呀 虽然昨天晚上也是阴阴天 室外气温就有十二、三度 不过那个风吹起来令到你冷的感觉 是有点差的 当然了 subscribers ��的话 应该也不及 但没散过去这两天有个冷 兩天都錄得氣溫在零度以下 今早就去到零下1點6左右 不過就沒有任何所謂結霜和結冰的警告 每一次提到大埔山這麼冷的時候 自自然而大家又會想起 2016年的韓朝有一位女士 迫切地要上山的時候 就和消防員爭吵 並且很大聲說了一句 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一個金句 就是說這條命是我自己的 救人是你們的職責 每一次都回復出來 雖然都過了快8年 大家都很重記得這件事 是啊,今年好像大埔山也有個人需要協助 所以希望大家這麼冷的時間 不要刻意上大埔山看霜 或者感受零下的氣溫 如果大家真的想感受 飛來英國可能比較簡單 每天都會結霜 結到你不要想處理那些霜 香港可能真的少有些 結霜很平常 而且你車外面結霜要搞一大輪 比較麻煩 我剛才提到冬至 冬至過後 其實對於北半球的朋友來說 可以說希望會來 因為那個曙光出現 在12月 冬至之前 那幾個月 每一天的日照時間 都是一天比一天短 但是過冬至之後 今天的日照時間 就是7小時49分 如果在倫敦來計 明天開始慢慢就會長 終於都熬過了這個日照短的時間 那胡思有沒有覺得 再一次去到這個循環 也有一點希望 我們又回來了 當然了 英國冬天 確實是比較難捱一些 一來天氣就一般 連續很多天都看不到陽光 而且一般來說 外出也比較冷 另外就是太陽 就算你有陽光的時間 太陽真的很遲才起床 很早就下山了 晚上四點多鐘 整個天都嚇了 個人感覺上 沒有那麼舒服 但是現在過了冬至之後 日照時間就會越來越長 每天大概長一兩分鐘 真是個人 心境會逐漸開朗一些 當然你說最冷都還未到的 一、二月還有機會可以很冷的日子 但是你說見多些太陽 心情就會開始好一點了 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一個月後 今天來講就是那個日照最短 倫敦、南邊的地方 都是七個小時四十多分鐘 其實一個月之後 那個日照時間 全日的日照時間 已經去到八個小時三十多分鐘 哇 四點半才日落 哇 講到四點半才日落 好像你對香港人來說 哇 這麼早的 但是你想想 這段時間都是三點五萬多分日落 早上早 這幾天是八點後才日出 你說一個月之後 四點半才日落 其實接近五點才黑齊的天 其實那個感覺就真的很不同 當然有些人會比較怕冷 有些人會比較怕天黑 對於如果比較怕沒有什麼陽光 怕經常都對著天黑的人來說 可能明天開始 那個心情或者心理上 會覺得那件事都會好一點 即使那天未必一定會陽光普照 其實剛剛這個十二月 也有陽光時間都不是很多 但是呢 那個起碼你會看到那個天 外面是慢慢慢慢 逐漸遲些遲些 遲些是天黑 對於人那個 無論身體上 或者心理上 那個適應 都是會好一點的 來到英國 黃俊經常 我自己也有提過大家 就是英國的日照時間短 都比較可怕的 對於一些可能新來到的朋友來說 我們經常都會問一個問題 怎樣去對抗這個Winter Blue 很多人可能都教的第一招 就是叫大家吃一個維他命D 阿俊你自己有沒有吃 沒有啊 我盡量都希望在天然食物裡面吸收 不過這件事真的很難 而且你一有陽光 就要出去曬一曬 但是呢 冬天又冷 穿的衣服也是長袖的 所以又不是曬得很多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特別吃 但是又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呢?你有沒有吃? 我有吃的 不過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就是 你是沒有辦法去比較到 究竟是吃和不吃的分別 例如以前 我們中學的時候做實驗 經常有一個 例如光合作用 一塊樹葉呢 就是用紙去遮住某些部分 我們就會看到 就是有陽光和沒有陽光的時候 那塊樹葉做過光合作用 有什麼不同 但是我們人呢 是沒有辦法去做一個 我們 identical的一個人 然後去做一個所謂的control in control 就是那個人呢 是沒有吃那樣東西 然後你是有吃那樣東西 其實就沒有得去比較的 不過 既然 也有些 過往的醫生 一些醫學的研究 去提過 吃了其實可能對某些人 有一個幫助的時候 我也有吃一下 當然有時候 都未必每天都記得吃的 但是 記得的時候就會吃 好像剛才說過 阿俊宗說過 你看到一個陽光 你就很想 衝出去戶外 無論你是 做運動也好 或者你出去走個圈也好 不過如果你說 這個時間 如果你說出去做運動 你就要小心 小心保暖 尤其是 你其實外面的氣溫 這幾天都會暖一點 例如早前 天頭都是五六度的時候 即使你看到外面的陽光很充沛 但其實那個溫度是很冷很冷的 就算你跑步的話 你頭的十分鐘 如果你還沒熱夠身 就很容易 老人家所說的 嚇倒了 其實你的人還沒很熱的時候 但你可能穿得很單薄 那一下 寒氣突然來的時候 可能突然又會感覺到不太舒服 這個大家都要留意 說起運動 其實我在湖外運動都比較少 每個星期都有嘗試去跑步 但如果太冷 結冰那些時間就沒有 但是一個星期一次 另外還會去健身 但健身又不是室外 當然就沒有了很冷的問題 但又吸收不到陽光 不過做運動也是重要的 無論有沒有陽光也好 這個運動可以分泌這些什麼快樂賀爾蒙的 安多芬的 安多芬的 心情開朗有幫助 你不要因為太過節省 而很冷的時候都不開暖氣 不然室內的氣溫 房間氣溫太低的話 其實是很影響到你平常的生活和工作效率的 另外就是另一件事 我自己的體驗就是 你不要為了節省一點點的電費 令房子烏燈黑火 因為冬天的時候實在是日照時間短 而且經常都有一些比較不太好天的天氣 如果你這樣的時候 跟著你的房子還不開燈的話 我覺得是有點難過 雖然當然你那些叫省電 但如果你那裡省了電 但是令到你整個人 全天都陰陰沉沉地灰灰了 我覺得就不太好 所以呢 其實就盡可能 除非外面的陽光很好 如果不是呢 基本上日頭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開了一盞燈 就是家裡的燈 未必都開了的 可能某一兩盞在廳那裡的燈 都開了 其實是有幫助的 令到你的人會覺得 我現在是一個日頭的時候 我要做事的 我是不要去睡覺的 人是精神一點的 對於如果一些是住在位度再高一點 就是北歐那些朋友 可能他們都 很多人會說買那些所謂叫做 Happy Light 有些人這樣說 其實就是一些很強的白光燈 令到你的房子 是有那個日頭的感覺的 縱然外面是 就是烏雲密布的時候 那阿俊你有沒有 家裡有沒有這些 Happy Light 白光燈那麼專業的呢 就沒有了 不過我也同意 不要為了省少少錢 就是保持房子太黑了 那也是要開燈的 那就是燈呢 也有很多種 也可以在同一間居室裡面 例如房間 或者廳 放幾盞燈都可以的 不用一盞燈 那現在其實燈呢 用LED 就不是真的很適合電的 相對於以前的烏絲 就有兩個不同的年代 我知道大家小時候可能都很有習慣 就算是黑一點都沒有所謂 但是現在LED就真的不需要太限 當然你說就是你開房間 就送手式燈 那樣東西都鼓勵大家做的 但是呢 就真的如果大家長時間 在這個空間做事呢 那麼確保這個有足夠的光線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麼另外就除了那些燈光之外 飲食都很重要 那麼有一個的習慣 可能來到英國 大家都未必這麼習慣 就是呢 英國人呢 就 也有吃熱的當然 那但是呢 他們經常都是吃一些凍冰冰的東西 三文治 就算吃那些Pasta 有些例如你在超級市場買的那些即食那些 那些都是凍冰冰的 或者吃沙律 那但是對於我們亞洲人來說 或者香港人來說 可能都是習慣了就是熱吃 那麼就在家裡可能煮飯 或者起碼都錄個麵吃 那這些就是吃熱的東西 那令到你的身體暖一點 那也都有人呢 去選擇去吃朱古力 那不過呢 對我自己就不是覺得很有用 那所以因為我可能我自己就 我一般地吃朱古力 那但是有些人都說到就是 就算你平時 不是說真的很喜歡吃朱古力的話 你去到冬天的時候呢 吃了的而且確呢 又可以是很快地 去補充到你的一些熱量 這個我也要試一試 不過呢吃朱古力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甜的那些 就不是很健康了 吃得太多糖 對身體不是很好 但不甜的那些 又不是很好吃 所以呢 就是你當藥吃就沒問題 但是呢 就說苦苦的的朱古力呢 就不是個個都對的 那都要某些牌子的朱古力呢 我自己覺得 才叫好一點 那除了吃東西啦 其實也可以說說喝東西的 我知道很多英國人 本地人都很喜歡吃生冷食物的 那有時候都沒有理解 不過呢 就看到他們也是 買一杯熱飲 那熱飲呢 再加上一些生冷食物 我想就 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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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的 就是這個 你那個是什麼來的 可不可以給方答 我這個是 其實是凍飲來的 這個我那天去朋友家 朋友送給我的 不是買廣告 不是直接入式廣告 剛好在雪櫃 因為放在雪櫃的 但我不想太凍 所以拿出來 突然就可以喝了 熱食就配凍飲 是不是 凍食就配熱飲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方法 可以的 那也有些人其實 去到冬天就繼續喝可樂 繼續吃雪糕 沒什麼所謂 那其實這些都是做一些你自己喜歡的事情 是不是 就是未必一定說 那個norm是這樣 或者一定是做那樣東西 令到你的身體 即是吸收多些熱量或者其他 就算喝冷的東西 你其實都有熱量吸收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去喜歡 那我覺得就 剛才說的很多 例如吃維他命D 吸收陽光 做運動 吃朱古力 那些都是一些很外在的事情 反而其實內在我們的心靈上 即是怎樣去在這個冬天 怎樣去處理我們的心情 怎樣去處理我們的情緒 其實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和阿俊都是 來到之後第三個冬天 那這樣 那之前我都分享過 第一個冬天 其實相對是比較容易些過的 那還有那一年 即21年的冬天都是相對暖的 那這樣 然後到上一年 那又很冷 冷得很厲害 南部就 十二月中已經下雪 然後整個冬天都相當冷 那令到整個人 都感覺到 就是和第一年很不同的時候 那個感覺都是比較差一些的 那去到第三年 那經歷了兩個冬天 就是有稍為和暖的冬天 有經歷過 很冷的冬天 有經歷過 那想著自己的心理上 到第三個冬天 又會不會 就是經歷過這些事情之後 可以容易一些調節呢 那這樣 例如這個一個多月 就是這個多月裡面 天氣真的比較冷的時候 那我都發覺自己 可能有一些時候 雖然經歷過兩個冬天 那但是呢 原來去到第三個冬天 你都繼續是有些事情 要重新去適應的 就是例如那個 早天黑 就是很冷啊 就是要穿很多衣服外出街 就是搞到整個人很暴躁 或者是有些鼻敏感啊 有些敏感咳 就是那些東西 又會回來的時候 又會令到你的人 就是不多不少 又會影響到你的情緒 那始終我們不是有勇氣在那裡 但是呢 就是要用幾年時間去適應 都很正常的 我也覺得自己慢慢就 開始適應的了 到有些情況下 都覺得適應了 那你說過去那兩個冬天 那確實呢 就每個冬天都會有些不同啊 那沒錯啊 就是去年的冬天 就比較冷了 但是呢 上年又下雪啊 玩下雪啊 如果今年呢 都還沒出現呢 那這個呢 對於小朋友來講呢 就可能 啊 看到下雪又會開心一點啊 這個呢 就是每個人的情況呢 就有些不同了 不過就這段時間都 除了 雖然沒有雪落啊 不過呢 就是聖誕節臨近呢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就是如果出倫敦市中心 或者你在那些城市那裡 其實都有些聖誕裝飾啊 或者呢 如果你來到是住在一些 很多房子啊 排屋的地方呢 哇 你就會看到那些 那些應該主要都是 就是英國本土的朋友呢 說他們去裝飾那間屋呢 真是很厲害的 就是有些呢 你是想像不到呢 他們是厲害到呢 就是很多那些催棄的那些 可能是聖誕老人啊 雪人啊 北極雄啊 那些公仔啦 然後呢 他們就把整間屋呢 是好像捆邊那樣呢 那些燈飾呢 是捆了整間屋那麼厲害的 然後那些聖誕樹呢 外面又是很大棵啊 接著就是他們花很多很多時間去裝飾 就是我去形容呢 哇 那些就是 就是因為過去幾年 就是之前在香港的時候 你發覺那些燈飾呢 是越來越削了 那所以呢 就是去到英國那些地方 你去看那些鄰居呢 他們那些燈飾呢 真的比尖東厲害 就是我用四個字去形容 就是很 感覺到是很開心的 就是他們很重視這個聖誕這個日子 那麼大家都 不妨啊 如果有一些 就是經過走過 那麼他們都很樂意 就是給你們拍照 就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在外面這樣拍照 你看一下別人 別出心才 那麼有心機的佈置 都可以令到大家 去拿回一些歡樂 都同意啊 我自己呢 家裡也做了些東西 上年那棵聖誕樹就放在家裡 今年第一次放在家裡 最初就放在後花園 只有自己看而已 後來將它搬到前花園 大家一起可以共樂 都搞了一段時間 也有些難度的 因為那棵樹可以動植在花園裡 大風的時候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都搞了一段時間才搞到 弄好之後 後來不中有些路人走過 又可以聊聊天 可以慢慢融入一下 幫助我們融入一下 融入一下英國的社會 也不只是自己家裡做了 看到很多鄰居 有些是擺聖誕樹 有些是做燈飾 都是挺有趣的 有空可以到周圍的社區 看一看欣賞一下 當地的聖誕燈飾 好了 今天我們都說了很多 關於冬至的事情 以及如何對抗一下 Winter Blue 就是冬天的一些屈門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當中 可以吸收到一些分享經驗 如果你們都有些經驗 可以跟我們說的 可以在留言裡跟我們說 大家互相去交流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寒冷 但內心都是溫暖的一個冬天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冬節 聖誕節和新年 說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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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